考评局宣布2023年中学文憑史取消中文科口试 和通识科的独立专题探究 中文科口试是连续第四届取消 有中学校长说,现在公布精简安排是好试 估计中文科的口试可能会永久取消 陈远同报道 疫情持续接近两年 中学生近月才陆续开始恢复全日上堂 不过学习进度还是大受影响 为了给学生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腾出课时 考评局宣布精简2023年文憑史 两个核心科目的考评 中文科方面,卷4口试连续第四届取消 这份卷原本占全科评分比重14% 会分配去到卷1至卷3和校本评核 而通识科的校本评核 即是独立专题探究IES也会取消 占20分会按比例分配去到不是卷1和卷2 因应这个学年起 在中四推行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 已经取消了IES 即是IES从此绝职 有中学校长认为 考评局可以在考试之前一年半公布精简安排 对学生是好事 他又说疫情影响教学安排 因为其他科目的校本评核都应该尽量精简 有线电视机就在陈远童那里 在中五个人也会有些同学